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阴气缠身的时候就念这句话 一起来听 为什么人到了老了身体会越来越差 有的人则不会 中医说人老是脚开始老 从下老到上 那么为什么会衰老 都是被自己的欲望折磨的 比如说淫欲心很重的人会消耗圣经 贪心很重的人会消耗心脏功能 嗔恨心很重的人肝脏会有问题 这些都是慢慢地消耗的 这是从情绪上来讲 人因为这三要东西衰老 而人衰老的原因中 还有一种是受到外在磁场的干扰 比如说一个人体内躲了很多众生 那些沙叶过重的人 吃肉过多的人 或者是烧山林木的人 他们体内都会躲了很多众生 那么他们的身体也会感觉很沉重 拜佛时很累 有的人拜佛起来轻飘飘的 是体内众生走了的缘故 我们体内躲藏了很多地狱道 和恶鬼道的众生 这些众生要维持生命 就要吸我们的精气神 吸我们的能量 能量不足时 他们就会来捣乱 让人神志不清 所以我们能量不足 就很难支撑起这个身体 常常感觉身体很重 业障轻的人 会感觉身体很清爽 这是内在的感觉 所以修行时 体内一定会起反应 念佛久的人 念到一定境界后 体内众生度脱了 那么就越来越清爽了 所以大家去观音寺 看那些老人 一个个都是精气神十足的 这就是福报呀 一 老人念佛是福报 过去的家庭 大家庭制度 儿孙满堂 老人跟小孩生活在一起 年轻人去工作 小孩在家里 老人在家里 老人教孙子 确实有家教 有的家庭大 家里面开课 请一个老师 叫私塾 请个老师 教家里面这些子弟 老师教 家里头的老人也教 根扎得好 现在中国也模仿西方人 学佛之人 学佛之人实在就不一样 父母晚年念佛 是全家人的福报 老年人不念佛真的很可怜 他们到了晚年 天天指望子女来看望自己 但现在这个社会 子女因为太忙碌 很少有空去看父母 于是他们非常失落 我老了 所有人都不管我 而且身体因为多病 也需要儿女们来照顾 无形中 给正在事业中打拼 和抚育子女操劳中的儿女们 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牵挂 其实 他们若能像藏地老人那样念佛 心里有一种归宿感 内心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波澜 在我的记忆里 凡是见过的藏族老人 没有一个不念佛的 很多藏地老人不喜欢子女 常来看自己 怕打扰自己念佛 比如自己每天要念 两万遍佛号 如果子女来了 就不得不陪他们聊天 佛号就不一定念得完 所以 很多老人要求子女没事 千万别来 只要定期送点食物就行 甚至送完食物 也要赶紧离开 如果我们的父母 能学佛念佛 就不会浪费 剩下的宝贵时日了 每天在 清静地念佛声中度过 心里会非常清凉 临终时也会十分安详 后世的安排 也会非常的简单和顺利 给儿女和亲友们 带来的麻烦 也就越少 这都是晚辈们的福报 和后代的宝贵视线 人越老就越怕孤独 修行和年龄没有关系 不是越老了 就代表境界越高雅 很多老人 到了老了 看不开 而且欲望很重 这样就很糟糕了 到老了 孩子都在外面了 老年人就会孤独呀 不要以为老年了 不孤独啊 人老去 气血虚了 阴气重了 更没有安全感了 就越怕孤独呀 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 都天天要惦记着孩子 因为孤独呀 但是呢 如果他们有学佛了 能去念佛了 去惦记着佛了 那么他们就不会孤独了 人活着 心要有个东西占据着 什么意思呢 这是脑袋 要有个东西在惦记着 比如说老年了 不会动了 但是他思想仍然清楚呀 他惦记着他年轻的事情 所以人到了老了 没事做 就去晒太阳 然后去想想年轻的事情 一想就去了一天 天天如此呢 所以这也是老来的可怜 但是如果他们念佛了 那就很好了 许多老年人 活着感觉到无聊 不是一天到晚看电视 就是找人打麻将 麻将害人 一天坐几个钟头坐上几年 他这个手脚都不灵活了 看电视是胡思乱想 破坏清静心 很苦 老人不念佛 很可怜 很苦 学佛之人 这里头就有乐了 读经 念佛 其乐无穷 读经 明理 会开悟 念佛 身心清静 何况经上告诉我们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二 人越老 阴气越重 人越老 阳气衰退后 阴气就会越重 如果没有学佛 没有念佛 没有诵经 那么他们的阴气 会重非常多 首先年轻时 肯定吃过一些众生肉 或者前辈子伤害的众生 都会在他阴气很重时 来找他 没有佛菩萨的加持力 没有念佛 那么老去 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念佛的老人 都是福报很大的 老了 有时间 有体力 有智慧 懂得去念佛 那是财富都买不到的 念佛 拜佛 个人生死 个人了 你看 父母的生死 父母了 我们帮不了 他们懂得念佛 拜佛 他们就可以有机会 了自己的生死 这是做儿女的 求也求不得的事情 如果父母不信佛 不拜佛 那么是很糟糕的 我们做功德 回向给父母 只能帮助一点点 为什么呀 个人修个人的呀 生死路上 不能替代的 生活中 很多人自以为 看透了生死 可真正看到 医生的并未通知书时 依然手忙脚乱 感觉天崩地裂 非常渴望多活一段时间 哪怕是一个小时 一刻钟也愿意 可是念佛的人 不会这样 在面对衰老死亡 等问题上 他们往往有不同于世人的 一份从容与自在 很多人认为 佛教是消极的 生活那么美好 为什么佛教 会描绘得那么可怕 其实 你去细细观察之后 就会发现 佛教说的是非常客观的 人生的本质 确实是痛苦的 痛苦的根源 是我值 我们以前没有发现 是因为缺乏智慧 也缺乏面对真实的勇气 只有这样观察明了了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 超越痛苦和烦恼 生活才能变得美好 所以学习佛法以后 看清了世间的真相 我们不但不会消极 而且会更有智慧和勇气 对待任何境界 都不会失去理智 这样有智慧 关照地去生活 就会消除所有的烦恼和痛苦 生活才会永远充满希望和阳光 如果你家里有个念佛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 你要把他们当成菩萨呀 要感恩呀 要感恩三宝 感恩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三宝 没有佛菩萨 你怎么帮忙你父母脱离苦海 给他安心 没有办法的 我们是凡夫 没有丝毫办法的 所以要感恩佛菩萨 三宝不仅救度我们 也救度我们的父母 我们能够给父母安心安乐 这都是三宝的恩德呀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